在加拿大首都沃泰华进行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了10天 此次抗议活动中的不少人是因为布满1月15日生效的一项新规定 该规定要求进入加拿大的卡车司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而这或导致16万边境卡车司机中有3.2万人离岗 1月23日起,加拿大边境卡车司机组成车队驶向首都沃泰华抗议 车队长达70公里,成员中也不乏来自美国的抗议司机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抗议活动通过GoFundMe筹集了超过1000万元 组织者坚称他们将会继续抗议,直到政府解除相关措施 在2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 示威是在抗议公众的日常生活,骚扰佩戴口罩或遵守公共卫生规则的人 被问到是否计划与抗议者谈判时,特鲁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而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此前在多伦多举行抗议活动的抗议者自当地时间5日起已经开始向首都沃泰华转移 数以千计的市民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了声援卡车司机的示威活动 当天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最多时有上万人 抗议者在省议会大厦北侧的女王公园以及附近的商业区路口都举行了活动 多伦多警方扩大了该市交通管制的范围 在多个路口增派警车禁止社会车辆进入 并且调用了重型卡车阻断路口 首都沃泰华方面市政府6日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该市市长称当地情况已经完全失控 抗议者人数比警察多得多 相关声明称抗议活动对当地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需要执法机构等提供支持 而在卡尔加里、华铁卢、温莎、蒙特利尔等地也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2月7日晚繁忙高峰时 抗议者阻止通过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使桥的交通 示威者挥舞着加拿大国旗 并在车辆上贴有要求结束新冠疫苗接种的标语 而这座大桥则是加美两国汽车零部件和整车运输的最重要通道 也是两国物流的重要通道 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这座桥每天承担着两国之间四分之一的货物运输量 由于堵塞 目前物流运输无法从密歇根州进出加拿大 汽车零部件生产联合会会长弗雷维奥·沃尔普表示 汽车零部件的供应已经到了中断的临界点 库存仅能再坚持一两天 加拿大商会会长佩林·贝迪说 从食品到药物都会面临供应中断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 7日加拿大树密院主席兼应急准备部部长比尔·布莱尔 内政基础设施及社区部部长多米尼克 勒布朗联合公共安全部长和交通部长等就沃泰华的局势发表声明 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多个地方出现了示威活动 总的来说这些示威是和平并合法的 然而沃泰华市中心的持续交通阻断仍然令人格外担忧 沃泰华市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这是不可接受的 声明强调无论少数人如何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公共卫生措施之上 他们都不能逍遥于法律之外 联邦政府将继续支持市政府和安省警队 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 以尽快解决目前的状况 据《环球网》报道 沃泰华警局局长皮特·斯洛利怒斥 沃泰华是一个被包围的城市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暴动 在过去的八天里 一些人在抗议时挥舞联邦旗帜或纳粹旗帜 还有人宣称他们想解散加拿大政府 抗议活动导致沃泰华市中心 被围堵 当地警方称 沃泰华约有5000人示威 多伦多和魁北克市则聚集了数百人 四日晚些时候 曼尼托巴省还有一辆卡车冲入人群 导致死人受伤 沃泰华警方已经逮捕了23人 并发出了1300多张 与市中心卡车司机抗议有关的罚单 警方还指出 为应对抗议活动 他们出动了所有力量 还有数百名其他执法人员赶来协助 但是抗议活动规模太大 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应对 当地警方承认误判了抗议活动的持续时间和规模 他们提议政府实施销禁措施 此外 沃泰华警方说 停在沃泰华市中心的400多辆卡车中 有100多辆车内有儿童居住 警方对孩子们的安全感到担忧 副局长Steve Bell说 这是警方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正在与儿童援助协会讨论采取什么措施 一些沃泰华市民因戴口罩而受到几乎无休止的喇叭声 砸碎窗户等困扰 2月7日 沃泰华一名法官下达临时令 禁止参与抗议的车队司机名敌 上周五 21岁的公务员李泽西向安省高等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要求禁止卡车车队抗议的参与者 在市中心附近使用汽车喇叭 代表原告的律师表示 喇叭和鸣笛可以达到105至120分贝 可能会导致听者永久性听力损伤 法官修麦克莱恩说 按喇叭并不是任何伟大思想的表达 虽然参与者有抗议的权利 但禁止他们鸣笛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利 该项禁令的有效期为10天 至于加拿大总理的一家 有消息人士称 出于安全考虑 特鲁多和他的家人 已经从家中被转移到首都的一个秘密地点 一名加拿大议会的高级安全官员 则建议议员们所上门 因为有报道称 他们的私人住宅可能成为袭击目标 而事情发展到了当下 局势并没有出现转机 占领沃泰华市中心的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示威组织领导人 2月8日晚上在社交平台扬言 车队正在南下 原因是国会山庄不满警察 鉴于此示威言论 令多伦多警队严阵以待 9日决定再次封锁市中心部分街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期屡次批评示威活动 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宣扬仇恨等行为 并称莫泰华民众应该获得应有的生活 但特鲁多上周似乎排除了动用军队 驱散抗议者的可能性 无论后续事件将如何发展 我们会继续关注 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我们还是希望有话好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